有缘不知是孽缘 第一集 古书广义记记载 大唐开元年间 有个叫薛金的人 任长安卫 主掌宫内采买事宜 有一天 薛金外出采买的时候 看到街上停着一辆车 这辆车的车轮上 镶着溜金的扣式 车厢上描绘着精美的花纹 车窗边垂下 灿若云霞的沙漫 这车里边端坐一个女子 因为有漫章的遮蔽 薛金看不清她的面容 隐隐约约见她云柄高碗 袖颈其长 针手微垂 轻声同车外的侍女说着话 说话的时候 女子一只手 从车窗里伸出来 搭在窗框上 那只手银白似血 柔软纤细 没有任何装饰 明明是急速的 却令人觉得华美至极 薛金这一生 从没见过这么美的手 她痴痴地看着 直到身后的侍从 连连咳嗽事意 她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 站了一会儿 她从怀里掏出一个 花纹异常精美的银制小盒子 交给侍从 压低声音 在侍从的耳边 就嘱咐了几句 侍从连连点头 走到那辆油壁车附近 拿出小盒子 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 把玩着 薛金知道 她一定会喜欢 那女子果然上了钩了 差遣侍女 去询问价钱 侍从道 不卖 这侍女微微有些失望 然而绝不肯放弃 就说道 我家小姐非常喜欢这个盒子 您就开个价吧 多少钱都行 侍从就说 这是我家主人 长安薛少府的东西 薛少府说了 如果车里的人问起的话 就免费送给她 那侍女听了 就非常高兴 就接过这盒子 走回车子的旁边 递给她的主人 车中的女子 听了侍女的话 就回道 请薛少府一步说话 薛金紧走几步 来到游笔车前 车中的女子 软语向她道谢 这声音嘛 是极其的好听 骨子里的温柔 是直沁人心 薛金知道 那女子 对自己的礼物十分满意 言谈之间 渐渐大起胆子来 竟然有了挑逗之意 那女子听了 只是轻笑并未恼 还对薛金道 奴家住在金光门外 这就回去了 您要是有空闲的话 就到我家去看看吧 薛金忙不迭地就答应着 车夫挥起鞭子 那辆车就沿着大道往前走了 宝马乡车渐渐走远 空气中止于点点暗箱 这天晚上 薛金做了一夜的启梦 那女子的阴容笑貌 一直在她的脑海中沉浮 第二天 忙完公务以后 她便迫不及待地 登门造访了 出乎薛金意料的是 女子的住所 是一处破为阴森的府邸 颜牙高拙 珠门洞开 门前有人来人往 车奇甚重 门前的气势 忽然令薛金觉得 自己此行有些莽撞 犹豫了半天 她也没敢找 看门的去通传 直到天色变暗 那女子家里的客人 渐渐都散了 薛金这才鼓起勇气 请看门人提自己通报 过了一会儿 看门人将薛金带了进去 进门以后 看门人说她家主人正在梳妆 让薛金在外厅稍等 薛金听了 心里窃喜 那女子看来身世显赫 竟然还记得同自己的约定 真是三生有幸啊 听堂很是高场 屋子里的正中 红炉里生着火 薛金在门外等了好长的时间 这会儿早已经动透了 不住地打着寒战 她索性走到炉子的旁边 把手伸过去取暖 她考了半天 却不觉得身上有丝毫的暖意 心里正奇怪呢 有侍女走了出来 我家主人请你进去 薛金连忙点头 随那女子就走入内厅 这内厅呢 非常的宽阔 李扬柱上层层叠叠地 轻步慢障 随着人的走动起来的气流 不住地飘荡翻卷 薛金远远地看到桌子上 放着一盏灯 灯光有点暗淡 看起来似乎很近 走过去 又好像隔得很远 还心里有些发毛 回过头来 却发现那侍女已经出去了 这屋子里的沉舍 无端地令人背后发寒 无论如何 也无法同那活色生香的女子 联系在一起 薛金内心恐惧 就打起了退堂鼓 但既然已经求见 总不好中途退却吧 否则传出去 岂不是被人耻笑 可是她这心里 又着实害怕 这个时候 她忽然想起 以前在寺院听过的 牵手观音咒 于是不住在心里默念着 那厅一侧有一扇小门 薛金寸渡那女子的卧室 应该就在这附近 便从小门走了进去 走廊的尽头有一间屋子 她推门而入 有股熟悉的香气扑面而来 果然是那女子的闺房 屋子里的陈舍极为雅结 靠墙的地方摆着一张卧榻 榻上垂着青纱软杖 薛金透过灯光 隐隐约约的看到一个人影 那额额高级修长的脖子 不迎一卧的腰身 不就是自己昨天遇见的 那个女子吗 薛金不禁心跳加速 急速地走了过去 一把掀起床杖 原以为那女子 一定在灯下寒羞凝地 可薛金掀开杀杖之后 却发现那女子头上 还蒙着一方红螺金子 在烛火的照耀下 灯影迷离 如梦似幻 薛金伸手去掀那女子 头上的红螺金 竟然没有掀掉 再掀 还是没有掀掉 那女子好像有意 同她拔河一般 不管她怎么用力 就是不让她如意 春宵苦短 薛金心里着急 她卯足浑身的力气 用力一拉 终于把那红螺金 给扯了下来 灯下坐着的那个妇人 一张脸 足有一尺多长 脸孔是纯黑的 转过头来 朝着薛金 奄然一笑 嘴里发出狗一样的叫声 薛金猝不及防 昏倒在地 随从们在外面 等了很长时间 差点动昏过去 也不见薛金出来 大家担心她出什么事 就想问问看门的 看门的 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随从们静止去房间找她 这屋子里空荡荡的 一个人也没有 他们找了半天 在厅堂一侧 发现一口棺材 薛金就躺在那口棺材里 她脸色发青 双目紧闭 只有心口 还有一丝热气 那口棺材 好像是为薛金 量身定制的一般 随从们想把它 从棺材里弄出来 折腾了半天 也没有达到目的 最后 还是找来工具 把棺材给拆了 薛金才得以脱身 他们不敢再次久留 七手八脚地 将薛金抬上车 又进找了一家旅店 对薛金又是掐人中 又是惯要 可这薛金呢 依旧昏迷 薛金休养了一个多月以后 才渐渐苏醒过来 这有些事 有些人 就只能远观 而不能近看 或许 你以为的如花美眷 走尽了 不过是妖魔鬼怪 这落花流水 一场空 下面再给大家讲一个 有缘之人的故事 说是在泰山附近 有一个叫 蔡经伦的书生 潇洒聪慧 却屡试不定 遂放弃功名 潜心研究驱鬼压邪之术 一天 他游览泰山 下山的时候 看到一个老道士 就晕倒在泰山的脚下 便停下来救治 先给道士灌水喝 又拿出随身携带的干粮 让这道士吃 老道士渐渐地苏醒过来 就对他说 实不相瞒 我是龙虎山的道士 你我有师徒缘分 所以才假装晕倒试探你 你果然是个善良的人 可以继承我的衣钵 蔡经伦急忙跪下办事 道士打开一个牛皮带 从里面取出两卷书 上卷讲驱虎 下卷言驱鬼 道士将下卷给了蔡经伦 就对他说道 你有了下卷 吃的穿的和老婆就都有了 蔡经伦就问道士的姓名 道士就告诉蔡经伦 他是龙虎山的舞蹈员 道士在蔡经伦家里住了半个月 每天叫他驱鬼的药爵 从那以后 蔡经伦竟于驱鬼服术 名声打造 前来请他施法的人士 络绎不绝 他也因此挣了很多的钱 一天来了一个白发老者 携带厚礼 声称自己姓胡 女儿被鬼缠住了 是危在旦夕 恳求蔡经伦到家中施救 蔡经伦收下礼物 又随老者前往 走了大约十来里的路 走进了一片密林 来到老者的家 只见红墙绿瓦 防射华丽 进到屋里 见一个少女躺在沙障里 这少女大约十八九岁 形容枯稿 面色苍白 蔡经伦上前观桥 他突然睁开眼睛说 神仙来了 多谢相救 家人见了 都露出欣喜之色 因为这女子 已经吃不下饭好几天了 蔡经伦走出闺房 就向老者询问病情 老者说 每一天到了傍晚 就有一个少年偏然而至 与我女儿睡在一起 等我们去捉她的时候 她就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 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来了 我猜她一定是鬼 我女儿被鬼给迷住了 蔡经伦说 如果真是鬼 捉她并不难 只怕她是胡经 就有些棘手了 老者说 不是胡经 肯定不是胡经 蔡经伦交给老者 一道服晚 让她贴在姑娘的床边 这天晚上 她住在老者家里 到了半夜 有一个衣冠楚楚的美少年 偏然而至 蔡经伦一眼就看出她是鬼 但是也不怕她 美少年说 我确实是鬼 老者的家人是胡经 我和老者的女儿 胡妹前世有一段孽缘 才到这里来的 鬼和胡经结合 不违背天理 你又何必拆散因缘 而保护胡经呢 胡妹的妹妹叫狐狸 生得天生绝伦 我并不沾染她 你可以娶她做老婆 老者 如果答应把狐狸许配给你 你再给狐媚治疗 我和狐媚的缘分尽了 还有几天 我也要转世投胎 请你宽限我几日 蔡经伦心下暗喜便答应了 少年说完就走了 第二天 蔡经伦来到狐媚的屋里探看 取下了俘虏哨了 狐媚神态清醒 开始说话 过了一会儿 一个姑娘走了进来 天资艳丽 宛若天仙 蔡经伦心想 这一定是狐狸无一意 心中暗自喜欢 她告别老者 说回去取药 可是一连几天都没有回来 老者的家中闹鬼更厉害了 狐媚病情又加重 老人派人去请蔡经伦 而蔡经伦推说 自己很忙抽不开身 老者亲自来请 蔡经伦提出愿意 娶她的小女儿狐狸为妻 老者要她保证治好狐媚的病 才把小女儿嫁给她 蔡经伦答应了 蔡经伦这才和老者一起去 到了老者家里 蔡经伦拿出浮碗烧化的 把纸灰放进碗里 让狐媚喝下 然后摆上祭坛走起雨步 口中念念有词 秋风清秋月明 落叶聚环散 寒鸭七复经 相亲相见知何日 此时此夜难为情 入我相思门 知我相思苦 长相思稀长相意 短相思稀无穷极 早知如此半人心 何如当初莫相识 从此以后 狐媚渐渐地康复了 蔡经伦也如愿地 娶了狐狸为妻 她这才明白 当初道士的话 你有了下卷 吃的穿的和老婆就都有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也明白了道士 为何不传授 他上卷 虚乎要诀 因为道士早已算出 他的老婆是胡经 你是下一个 第一集 秦可听到身后 传来脚步声 不由地就加快了脚步 他看着几乎没有光线的小象 慌乱跳动的心 几乎要从嗓子眼 蹦了出来 他紧抱着提包 不敢回头 脑海中不断浮现着 这几天电视报纸上 不断报道的连环杀人事件 本市出现了半年前 已经伏法的 变态杀人犯的追随者 这个月以来 追随者 已经连续杀害了 两个无辜市民 事发地点 都在荒废无人的库房 或者是仓库里 经调查发现 被害人 都是年轻美貌的女性 生前和死后 都遭受了追随者的性虐待 经过分析 警方认为凶手是一名中年男子 且有着难以启齿的隐疾 因为在被害人的下身 只有着较浅的 被粗暴进入的痕迹 体内并没有经验 秦可有些后悔了 他刚才应该上慕平的车 让他送自己回家的 慕平是从一个月之前 一直在追求他 他对这个年轻帅气的慕平 也有着好感 但是他并没有答应他的追求 因为从小母亲就教导他 女人要矜持一些 即使喜欢 也要等对方先表白 正在懊恼之际 他高跟鞋的细根竟然紧紧地 卡在了路缝之间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啊 他听着身后突然变快的脚步声 当即立断脱下了高跟鞋 光着脚 快步地跑进了前面的公共厕所里边 迅速地就反锁上了门 秦可屏住呼吸 贴在门边一动不动 在一阵安静之后 他听到了从容不迫的敲门声 而后一个稳重且温柔的男生响起 我帮小姐把鞋捡了过来 小姐似乎扭伤了脚 需要我的帮助吗 片刻之后 她的声音带上了几分笑意 忘了说了 我是一名医生 秦可吓得大气也不敢出 外面的人嘀咕了一声后 有些失望地离开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秦可正想松一口气的时候 突然听到厕所的门被有规律地敲响 她猛然僵直了身体 请问里边有人吗 我想上厕所 秦可在听到一声温柔的女声以后 微红了脸颊 很快地打开了门 抱歉 我不是故意反锁的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见眼前的女人朝她倒了过来 秦可下意识地抬手扶住她 下一瞬间 她却因为惊讶 而瞪大了双眸 秦可在冰冷的地上醒来 脚下还是光着的 手提包也没了踪影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她并没有被绳子帮助手脚 为了使身上的麻醉效果 褪去得更快一些 秦可紧力地动着身体 等到秦可 渐渐拿回了身体的控制拳 她扶着墙 慢慢地站了起来 借着从小窗户外 透入的暗淡光线 她细细地查看着周围的环境 突然 她听到小窗户外 传来女人的啰气声 而且这个声音有些熟悉 不正是 那个向自己扎针的女人吧 但是她为什么在哭呢 秦可放轻脚步 走到了窗户下面 秉息听着外面的动静 求求您放过 我已经听了你的话 把那个女人弄来了 女人的声音很小 其中夹杂着重重的恐惧 一声带着恶意的闷哼 使女人的啰气都停止了 周围彻底安静下来 沉闷过后 门外的女人突然迸发出一阵 让人感到十分绝望的哑叫声 换随着女人的哀求 和男人的宁笑声 秦可捂住了双耳 缩在了角落里 双目紧闭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 秦可靠着的门被人敲响 她用手捂住嘴巴 才没让自己发出尖叫声 你想了吗 我给你送晚饭来了 门外是那个女人的声音 秦可猛然站起身 压抑着自己声音里的恨意 我不要你的假心 你快点放我离开这里 那女人的声音十分平静 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可以跑 我早就不在这里了 那女人沉默了一会儿 放软了声音 是我对不起你 不过你也别饿着自己 说着 她把准备好的饭菜 通过那个小窗口 推了过来 秦可早就饿了 闻到这美味的饭菜箱 肚子发出了咕咕的叫声 但是现在并不是吃饭的时候 她迫切地需要离开这里 那个男人现在在这里吗 提到那个男人的时候 秦可下意识地就压低了声音 那女人摇了摇头 他不在 每天这个时候 他会去接小三回家 秦可迟疑了一会儿 就问道 小三是他的孩子吗 那女人苦笑一声 小三是我和他的孩子 秦可的脑海中 不断地回荡着这句话 直到他面前的饭菜 最后一丝热气也消散了 如果是夫妻共同作案 他还有可能离开这里吗 再难熬 时间也是总不紧不慢地走着 第二天 如同昨天一样 外面又响起女人的哀求声音声 和男人的宁笑声 等外面安静下来 那个拥有沙哑难听嗓音的男人 说出了话 女人懦弱的声音 还夹杂着哭腔 男人冷哼一声 怕什么 反正加上他也才三个 秦可内心一紧 第三个 这个男人就是连环杀人犯的追随者吗 新闻上不是说 男人并没有男性能力吗 那刚才发出的那种交换的声音 是怎么回事呢 黄昏的时候 那个女人又过来送饭了 秦可还是没有说话 那个女人开口说道 对不起 我为你争取过了 可是她不听我的话 她晚上会过来找你 说着 她突然唾弃起来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可是我不能报警 如果我报了警 小孙 小孙就没有父亲了 小孙会被人嘲笑的 秦可虚弱地站起身 这些事情 瞒不了一辈子的 小孙以后 一定会背上杀人犯孩子的这个头衔 我有办法可以帮助小孙 只要你帮我逃出去 我可以帮助你们母子两个 回答秦可的 是一片寂静的沉默 当秦可快要绝望的时候 那个女人出生了 我 我要好好想想 我的小孙应该有美好的生活 她不应该被这样的父亲所拖累 我叫华娟 你别死好吗 秦可送走华娟之后 心底平静了几分 孩子是母亲的所有 秦可相信为了小孙着想 华娟一定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所以她现在要保证自己活着 而且要有足够的体力 等华娟放她出去的那一天 秦可看着面前热气腾腾的饭菜 她很快一口不胜地吃了下去 华娟之前说过 那个男人晚上会来找他 虽然会很痛苦 但他一定要保持清醒 他一定要清楚地看到那个男人的样子 清楚地感受那个男人 对他所做的一切 然后在他逃出去之后 报警 法律一定会制裁那个男人的 夜色越来越重 那个男人却还没有来 而秦可只觉得自己的眼皮越来越重 不一会儿秦可靠着墙角 彻底地昏睡过去 第二天的时候 秦可是被身下那难言的地方 传来的刺痛感唤醒的 他顿时明白自己失去了什么 哭过之后 秦可很快振作起来 然后等待着黄昏的来临 华娟把饭菜从小窗口递了过来 你身下很疼吧 不过你不用担心 他并不能让女人怀孕 华娟说完 没有听到秦可的声音 语气变得有心嫩嫩 我怕你受不了 所以在你昨天的饭菜里放了安眠药 秦可的眼底闪过一抹暗光 你做出决定了吗 华娟的语气里带上几分坚定 当然 我会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便被一个男人打断了 你在和那个女人说什么 秦可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蜷缩起身体 之后 她听到了华娟的求饶声 和华娟被那个男人 抓着头撞向墙的声音 秦可强压着恐惧大声喊出来 他什么也没和我说 你 你在这样他会死的 他死了 你们的孩子小孙怎么办 你要和小孙说 是他的父亲杀害了他的母亲吗 秦可的话音刚落 头撞腔的声音消失了 而后响起了 向着门外走出去的脚步声 他松了一口气 华娟 你还好吗 秦可叫了很久都没有人回答 他暗自祈祷着 华娟 你千万不能死啊 华娟确实没有死 秦可吃着华娟送来的饭菜 陡然生出了几分亲切感 你没事就好 昨天他那样对你 我以为你会 最后一个字 随着饭菜 咽进了秦可的肚子里 他很快把饭菜吃完 如同往常一般的 把碗递回给华娟 这一次 华娟并没有接过空到晚 秦可意识到了什么 他低声问道 可以离开这里了吗 秦可的话刚说完 就看见眼前的门 被缓缓推开了 秦可眼底几乎要涌出 欣喜的泪水 只是当他看到 华娟本人的时候 只觉得情况 变得十分的糟糕 华娟的头上 包扎着染着血的纱布 而更可怕的是 华娟的眼神 那是一种死寂的眼神 似乎世间 已经没有什么东西 能让他留恋的 华娟看着秦可 小三死了 怎么会 秦可沉默了一会儿 才低声说道 简爱 华娟似乎再也承受不住 巨大的悲伤 蹲下身 痛哭出声 你说我可以帮助小森的 都是因为我太犹豫不决 早就应该做出决定 这样小三就不会死的 华娟越说越激动 他猛地站起身 死死地抓住 秦可掀隙隙的手腕 都怪你 都怪你昨天说的那句话 秦可一正 你说完那句话之后 他就亲手去杀了小森 他说要是小森死了 那还有谁能告诉小森 他的母亲是被他父亲杀死的 秦可眼前明明站着 华娟这个女人 但他却发出了那个 难听沙哑的男声 如同那个男人一样 下一瞬间 秦可被华娟 疑惑着是那个男人 很可能按在了冰冷的墙上 就是你这个女人 总是怂恿着华娟 放你离开 好让你报警吗 看来那晚还不能够 让你恐惧难忘 那你现在好好享受一次吧 一定会让你终身难忘的 原来华娟和那个男人 是一个人 所以秦可才从来没有 见过那个男人 只听到他的声音 秦可的眼角 画下了绝望的泪水 秦可原以为自己会死的 当他睁开眼 看到满目的白色的时候 以为自己到了天堂 秦小姐 你醒了吗 秦可听到男人的声音的时候 猛然绷紧了身体 瞪大了双眼 抱歉 坐在秦可病床前的女警 推了一把那个男警察 她柔胜地安慰道 秦小姐 画卷已经被抓起来了 你现在十分安全 请不要害怕 秦可终于痛哭了起来 哭过之后 她的情绪稳定了很多 抱歉 我有些失态了 那 她 那个画卷到底怎么回事 两个警察对视一眼以后 女警察开口 是这样的 半年以前 本市发生的变态杀人犯事件 那个变态杀人犯 以折磨美丽的女性为乐 而且 在她逆了之后 就会杀害 受害人 抛尸 在接连三位女性遇害以后 警察终于抓获了她 在抓获她 在抓获她的时候 她正准备杀害手上的一名受害者 也就是画卷 虽然变态杀人犯已经被抓获 且伏法了 但是画卷的精神 因为被她的虐待已经出现了问题 产生了第二人格 而画卷又没有家人 所以警方只得把画卷送去了精神病医院 画卷的外貌十分出色 即使她变成了精神病人 也没有影响她的美貌 那个主治医生看上了画卷 她慢慢地接近画卷 用她的专业知识 催眠 使画卷对她放松警惕 一个月以后 画卷怀孕了 那名医生改动了画卷的病例 把她从医院里 接到了她新租的偏僻的房子里 那个主治医生 对怀孕的画卷十分的温柔体贴 画卷也一直表现得十分正常 直到主治医生的老婆找上了门 在那天的争吵中 医生的老婆失手推了一把画卷 让她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孩子没有了 并且伤到了身体 使她不能再有孩子了 画卷会以为 她所谓的丈夫 也就是那个主治医生 会为她讨回公道 然而她所谓的丈夫却只对她说 你怎么能这么不小心呢 竟然连个孩子都保不住 说完以后 她就离开了那个房子 再也没有出现过 画卷就每日悄悄地 躲在可以看到自己丈夫的地方 看到她和其他的女人 谈笑风声之后 她开始虐杀 接近自己丈夫的女人 女警察见秦可低着头沉默的样子 医生说道 你还记得那一天 有男人和你搭讪吗 秦可垂毛 你是说那个医生 女警点了点头 之前死去的那两个女人 都是因为那个医生 与他们搭过讪 画卷爱上了那个医生 有些人的爱 却变成了别人的无往之灾 秦可看着外面的暖阳 沉默了许久 才哑声问道 请问你们是如何找到我的 女警道 在你失踪后不久 就有一个叫穆平的男人 提着你的高跟鞋和手包 过来报案了 说你可能被绑架了 甚至遇上那个追随者 秦可在听到穆平的名字以后 苍白的脸色缓和了几分 那天我们迅速地搜索了 周边破旧的房屋或仓库 却并没有发现你的踪迹 然而在第三天 那个主治医生到警局来报案了 他说他的老婆被绑架了 而绑架他老婆的 很可能是那个追随者 其实在医生看到 那个月报新闻的时候 心里就有些害怕了 毕竟死者 都是和他有过约会的人 他觉得那个追随者 肯定就是话捐无疑了 因为正常人并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但他很快就想到 他既然没有伤害本人 那就无所谓了 只是当医生看到自己老婆不见了 他这才慌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 女警的眼底闪过一丝鄙 医生现在的位置 是靠着他的岳父得来的 如果他的老婆因为他而没了 那他的位置肯定是保不住了 谁知道当他带我们找到画卷的住所的时候 他老婆竟然打来电话 说他出去旅游了几天 秦可安静地听着 突然病房门被人敲起 女警抿嘴一笑 秦小姐 你的追随者来了呢 秦可抬起头 看了抱着百合花进来 温柔笑着的慕萍 只是看着 他都觉得心底暖了几分 骗局 第一集 大概是在2013年底的时候 在外面忙碌一年的我 回到老家准备过年了 回去的第一天晚上 我去看师父 那天师父很高兴 我们爷儿俩呢 就聊了很多 也喝了很多 他给我讲 他年轻的时候的孤寂和困苦 我和他讲 正值年轻的时候的心结和无奈 最后 我们聊到了我们这一门的未来 我说我不甘心 我们这一门在我之后 就没有传承了 那师父最眼朦胧 眯着眼睛和我说了一段话 他说 兔崽子 在没有遇到你之前 我曾经就已经打算 把我们这一门 断在我的手里了 你的师祖曾经和我说过 我们小门小派的 差不多都是单传 能传这么多代 已经不容易了 时代已经越来越不允许 我们发展壮大 如果有缘 你能再收一个徒弟 也算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了 至少我们也算延续到了 二十一世纪了 师父经常和我提起师祖 我却没见过 这个时候 我问起了一个 我一直想问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有 师父还健在 徒弟不能收徒弟的门柜 师父看了我一眼 喝了一口酒反问道 你是不是想收徒弟了 断了这个念头吧 你没有这个缘 我赶紧摇了摇头 我说不是 我一点也不想 我只是有点好奇 这为什么 我们会有这个门柜呢 师父又喝了一大口酒 清了清嗓子 正色和我说道 其实以前呢 是没有这个门柜的 但是在你师祖的师祖那一带 发生了一件事 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啊 才有了现在的这个门柜 要换在平时的时候 我当然是不会追问的 因为我知道师父的脾气 他想说 自然会告诉我的 他不想说 那我问了也是没用的 师父说了这段话以后 看了看我 又拍了拍我的肩膀 和我说 你长大了 差不多也能独当一面了 有些事情 原谅我以前没和你说 但是今天呢 我终于可以和你讲一讲了 我赶紧身子一挺 做了个端正 像极了一个正经危坐的军人 虽然我平时也调皮 而且的有的时候呢 有点吊儿当当的 但是我知道 该开玩笑的时候 可以开玩笑 该认真的时候 却容不得一点马虎 我端起那半碗米酒 和师父碰了一下 然后一口喝掉 恭敬地说了一句 师父您说 我听着 师父喝完酒以后 就开始和我讲起了 我师祖的师祖的故事 师祖的师祖 是晚清时期的人 在这里呢 我就称他为老师祖吧 那个时候社会动荡 清政府摇摇欲坠 不少的热血青年都投身革命 但是那个时候 大多数人的思想 又是比较守旧的 所以在高聚洋务运动 高喊师一长计以制宜的时候 虽然也学到了很多 国外的科学和技术 但是呢 也培养了一批喜欢投机倒把的人 其中就包括老师祖的师兄 那个年代兵荒马乱的 清政府在各地 各地赔款和国外的势力 频繁地侵略下 国民的经济是直线下降 赴税严重 倒是老百姓的日子 过得很是艰苦 老师祖的师父 有三个徒弟 老师祖是最小的师弟 他的二师兄 在一次出火中 被坑害丧生 由于那个时候 大家基本都食不过腹 所以呢 很少有活节 就算有呢 也只是几兜米 几淡柴的报酬而已 那个时候流传了一句话 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 这行靠的不是蛮礼 也不是年轻 靠的是积累沉淀 所以老师祖的大师兄 过不惯这种苦日子 虽然习得一身本领 但却无处施展 只得背井离乡 去了他觉得 更有发展空间的地方去了 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但是三年以后 却回到了师门 同时还带回来 来了一个人 那个人回来 就叫老师祖师叔 显然他是大师兄说的徒弟 与大师兄说 那个人天资聪慧 生性善良 而且悟性很高 很适合做门派的传承 老师祖的师父 许久没见到大弟子 突然回来了 定然是很高兴的 对那个大师兄 引进的徒孙 也没有多大意见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师父引进门 修行在个人 名义上的师徒三人 那天特别高兴 大师兄除了带回来一个徒弟之外 还带回来了很多养酒 老师祖和他的师父第一次喝养酒 所以那天晚上 他们两个被灌了个明经大醉 而大师兄和他徒弟却保持着清醒 也就是在当天晚上 回来没有二十四小时的大师兄和他的徒弟 趁着师祖他们喝醉 又星夜离开了 离开的同时 还带走了他师父房间里面 所有上年代的东西 甚至连一些重要的传宠物品都没有放过 等到第二天师徒俩醒来的时候 大师兄和他的徒弟早已经离去了 屋内被翻得乱七八糟 他们转眼一想就明白了 他们回来的目的 不是做拜师仪式的 也不是探望的 而是来洗劫的 老师祖的师父顿时怒不可遏 当即就吩咐老师祖 朝着县城的方向追赶 把他们带回来 那个时候 没有任何交通工具 都是靠走的 所以也走不了多远的 老师祖当时就明白 师父肯定是有手段 把大师兄给弄回来的 才会派他去追赶 还二话不说 就着朦胧的酒意 疯狂地追了出去 也就在这个时候 老师祖的师父 拿出了大师兄的贴身之物 和生辰八字 召唤了武昌就去追赶 那个时候 背叛师门是最严重的 那是一个门派的耻辱啊 也是列位师祖的颜面 更是当事人的一种失败 武昌一般很少打人 但是呢 也不是不打 因为老师祖的道很高 而且圣怒之下 岂会留守呢 召出来上等武昌 寻着踪迹 很快就追到了大师兄和他的徒弟 大师兄入门最早 但是道行却是最低的 他个人很不上进 对于门内这些 不能让他快速发家致富的法门 也是马虎 而且出门了几年 早就忘得七七八八了 武昌追上他的时候 他甚至连抵挡都没有 就被武昌打倒在地 可是他名义上带回来 那个弟子却不同 不但没有被武昌打倒 反倒还伤了一个 虽然他自己也没有逃到好 但是呢 至少那一次斗法 他打走了武昌 老师祖的师父 等到回来的武昌的时候 大出他的意料 他不相信他大徒弟 能有这本事 而且武昌返回的信息 都是直指那大徒弟 名义上的徒弟 后来由于老师祖的大师兄 受了伤走不快 没多久 就被老师祖给追上了 老师祖呢 也是急性地暴脾气 好在啊 长得比较魁梧 又常年在家里干农活 所以有一副好身板 他二话不说 就冲过去 把那个徒弟打了一顿 然后又把他的大师兄 给带了回去 然而 那个窃贼徒弟 却拿着东西跑了 回到师门以后 师父给大师兄 去了邪 解了印 然后就要驱逐出师门 那时候被逐出师门 也是一种很大的耻辱 可以说 基本是在那一片 就没得混了 说是过肩老鼠 也不为过 大师兄出生贫困 少年是父亲 因为饥饿早逝 他母亲一个女人 而且身患顽疾 根本就养不起他 所以那个时候 就送到师父门下 求师父收留他 养大他 他的师父可以说是 相当于他的再生父母了 可是呢 他生性不肯脚踏实地 总想着一步登天 而且在单独出活的时候 也经常漫天要嫁 搞得名声很臭 而且又不肯误弄 这后面呢 见见他在那一片 也没人愿意再请他解决鬼事 最后才被迫离乡地 去寻找他说的机缘 大师兄被治好以后 知道自己罪无可恕 跪在地上求了很久 撕心裂肺地说 自己要戴罪立功 他知道那个人在哪里 一定要把师门丢的东西 给找回来 而且发誓 以后再也不一意孤行 好好修道 再加上老师祖的求情 最终师父还是放下了戒地 让他带着老师祖 去追回那些师门丢失的传承 当天傍晚 他们师兄俩就出了门派 一心一意 去寻找大师兄那个窃贼徒弟 老师祖生性单纯 多年到门的学艺 让他看谁都觉得是好人 而且很少出远门的 所以对外面的世界理解 基本属于一片空白 就这样 他跟着他那个曾经带他玩耍 陪他长大的师兄去了县城 而且老师祖当时年轻啊 习惯了师父在 他就听师父的 师父不在 他就听师兄的这一套理论 也就是因为这样 老师祖此去 不但没有将师门的传承物品找回来 还被他一直景仰的大师兄给摆了一道 大师兄带他去找那个窃贼徒弟 在县城里面绕了很久 然后进到小院门 大师兄叫他去敲门 等里面的人把门打开以后 大师兄从后面推他一把 然后配合里面的人 合伙把老师祖给制住 并且绑了起来 直到了那个时候 老师祖才明白过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骗局 而且是连环套 他不断地骂他大师兄 不断地挣扎 也不断地求饶着 可是他们根本就没有理他 他没有自己的目的 而且为了目的 不择手段 他们计划得很好 也很周密 甚至连那个窃贼徒弟 都早有准备 甚至呢不怕武昌 当然了 他们的目的 不仅仅是骗老师祖过来绑住 而是为了另一件东西 一件很古董的东西 而且那件东西 他们没有拿到 依旧在他们的师父手中 他们绑架老师祖 目的就是为了得到那件东西 老师祖的话 不但没有让他大师兄悬崖勒马 甚至还让他大师兄 把他痛打了一顿 他当时呢很不理解 在他的印象中 他的大师兄 虽然不算一个正人君子 但是也不至于会如此的丧心病狂 他被绑在旁边 听着他们计划 如何勒索他的师父 得到那件传承很多代的东西 大师兄说 师父三个徒弟 老二过世了 我又不可能再拜他门下 他唯一的传承之人 现在在我们手里 我不相信他会为了那件东西 断绝了本门的传承 再说了 我这个小师弟 从小受师父的喜爱 歹如亲子 我有把握 把师父那个东西给弄过来 那个窃贼徒弟 显得很是激动地说道 如果那个东西弄过来 转手卖出 我们就能赚一大笔 不说荣华富贵 至少也是衣食无忧了 老师祖 嘴巴被塞着破步 出不来声 但是并不代表 听不到他们讨论 他心中越想越愤怒 他只想和他们拼了 但是无奈受制于人 只能任人宰割 心里祈祷着 师父能明察 千万不能上 这个贼子的当 这个只在电视剧里 才能看到的故事情节 听得我唏嘘不已 很难想象 现实中还有这样的心机 我忍不住就插嘴问道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能让老师祖的大师兄 如此淡惊节律地 想要弄到手 师父说 我们的符咒 没了那个东西 就会失去效果 你说是什么 我说 符印对吗 师父点了点头说道 那个符印 传承了很多代 至于多少代了 连老师祖也不知道 而且是上好的 累积百年 扬面桃木之城 年代价值先不说 光使用价值 就远远超过了 我现在手里的那块符印 师父的符印 我知道 那符印打出来的符咒 威力惊人 而且似乎也是年代久远 这东西 都是越用越好的东西 岁月催人 但是岁月却养印 我隐约对那块符印 有了一个清晰的价值概念 那东西 说是振派至宝也不为过 同时也想到 当时的老师祖的师父 面临这样的选择 到底会有多么难呢 师父将我没有说话 继续开口说了起来 那个年代虽然乱 但是呢 还没有到 敢随便绑个人 随便在大街上走的程度 大师兄和那个 窃贼徒弟商量了很久 因为师父知道 那个窃贼徒弟 有两把刷子 所以最后决定 由大师兄去回请师父 就说小师弟 遇到了麻烦了 而且说是厉鬼缠身 回不来了 这样一来 心急的师父 肯定会过来救援的 一旦进来这个小屋 那就好说了 为了显得谎言更加真实 足足等了几天的时间 大师兄才慢慢吞吞地 回到了师门和师父撒谎 师父本来就觉得不对劲 也起挂问过 确实是凶想 心里早有去营救之意 虽然也隐约感觉到 他大徒弟可能在撒谎 但是呢 不管是不是撒谎 都要去一趟的 因为那个小徒弟 已经是唯一的传承了 自己年事已高 再也不可能重新培养一个徒弟 而且小徒弟天资卓越 为人正直爽快 更是一个很好的传承者 老师祖的师父 匆匆地准备出门 大师兄忙不迭地提醒一句 那个恶道道横很高的 能用鬼魂缠住小师弟 足以说明很难对付 师父 我们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该用的密法都要准备着 这言下之意 就是要师父带上最厉害的家伙 他没有说明那块福音 但是最厉害的家伙 肯定包含了那块福音了 此时的老师祖的师父 已经发觉心怀不轨的大徒弟 他冷哼了一声说 这还用你说 我教你养你这么多年 你是什么心思 我还不知道吗 你直接说吧 你们的目的是什么 大师兄眼见已经瞒不下去了 也一狠心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而且语气决绝 丝毫没有半点师徒情意 不知道外出这三年 遇到了什么事 也为了利益 变得这么无情 老师祖的师父 听完他的目的以后 出乎意料地没有发火 反而平静地和他大徒弟说 从此以后 你不再属于我的门人 我们从此再没有任何关系 不过因果报应 在这之前 你必须要接受师门的惩罚 说完这句话 大师兄肯定知道 师父要对他动手了 自己也学过 知道要动手 只要给师父时间 师父有很多种方法能擒住他 所以他也毫不犹豫 想象着自己年轻 在师父没有准备好之前 先动手 但是嫩姜没有老姜辣 早有准备的师父 出手速度远比他想象中还要快 就在他还没有冲到师父面前的时候 已经被打倒在地 而且被按在地上 丝毫起不了身了 老师祖的师父 看着地上挣扎的弟子 冷哼一声 哼 就凭你也想动手 别忘了是谁教你养你的 师父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已经惊艳地说不出话来了 我说 老师祖的师父这么厉害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还有在几步之内 通过法门让人倒地不起的 师父 你能做到吗 师父说 我现在也不能做到 一代代的传承 已经差不多把一些很核心的东西 都给磨灭了 到了我这一代 已经得不到传承的一半了 而你呢 差不多也就学了一个皮毛 师父说的话 自然是正确无比的 想起我和师父经验积累 和出活的速度差距 岂是一点半点能衡量的 我就问师父 这就是我被已经不能收徒的原因了吗 师父说 这是原因之一吧 更多的是这个年代 越来越不适合我们这种人存在了 而且你是唯一一个 没有一直跟在我身边的传承弟子 以前我允许你边上学边学到 就是因为我已经把你当成 我们这一派最后一道的传承了 在没有遇到你之前 本来我就已经做好了 此门在我手上断掉传承的 但是 那晚老和尚带你来的时候 我却对你有了心思 所以呢 也受你为徒 也算是我的一点私心吧 我实在不忍 我们的传承就这么默默无闻的 消失在现代社会里 至少说了你 对我们来说 也是有跨时代意义的 因为你是在二十一世纪 摆入门下的 只是现在 不可抗拒地要断送在你的手里 让你无端承受这个因果 有点委屈你了 师父说完这方话以后 眼神中充满了无奈和歉意 满脸的伤感掩饰不住 借着酒意喷洒而出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如此脆弱 心里不禁也黯然泪下 在我心里 无所不能的师父 也有这天大的无奈 也许只能借着醉意 我才能看到师父的另一面 这个年迈的孤独老人 内心承受太多了 却在平时的生活中 丝毫没有一点负能量表现出来 让我看到 看着师父的感伤 我慌忙站起身来 走到师父的后面 给师父揉着肩膀 正色说道 师父 我不怕承受什么 和您比起来 我为师门做的事情 真是微不足道 我很幸运 我能接触到我们这一门 甚至成为门派的弟子 情既然是天命 那我只能顺从了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 小门派已经消失 这是时代的悲哀 但是我们至少曾经来过 也无愧于天地了 师父点了点头 又喝了一口酒 露出一个慈祥的笑容 其实呢 我早已经看透了 只是今天喝多了 而且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好久没有过这种感叹了 纯属发泄一下 现在心里舒服多了 我继续来和你说说 你老师祖的事情 我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 继续给师父揉着肩膀 他这个年纪 在没有靠背的凳子上坐久了 肯定会肩膀酸痛的 我说 对了师父 那个年代不是有官府吗 怎么不报官呢 师父就说 现在也有警局呀 你碰到这种事情 你会报警吗 话说 老师祖的师父 勤住他大弟子的时候 看着地上求饶的徒弟 他心里也是一阵无畏杂陈 这个徒弟本性不坏 无奈这个年代 心境不好 很难置身事外的 老师祖的师父 手段有很多 解开了大徒弟的束缚 又给他缠上了 一个阴魂叫他带路 去寻找老师祖 一路无话 走到那个老师祖 被绑的小院 司徒心切 老师祖的师父 也没有多想 他一开门就进了屋 一进去之后 他就后悔了 满屋子 布置了各种符咒 和辟邪的东西 布置得非常巧妙 甚至可以断定 那个窃贼徒弟的道法 就算赶不上老师祖的师父 也绝对相差不远 显然在这个屋子里 道法基本是被限制住了 显然是靠不了鬼神之力的 不但如此 就连缠住大师兄的那个阴魂 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年迈的老者 和一个被绑复住的青年 对付两个身强力壮的青年 是没有任何胜算的 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 那个传承福印 是老师祖的贴身物品 也直接被搜刮走了 他拼死反抗也是无济于事 最后被打倒在地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 师父说到这里 潸然泪下 一种掩饰不住的愤怒 和无奈的表情 真真切切 我心里也是愤怒无比 想着我们这一生 为很多事情做主 可是真碰到了 身不由己的事情 又有谁会为我们做主呢 我们一样 你们也一样 很多事情都不能按照 自己的想法去发展 生活在这个不是自己的世界 就一定要有这样的觉悟 师父许久没有说话 为了打破沉寂的气氛 我问师父 那这件事情之后 是不是就这样完了 师父说 哎呀 这种事情包管也是没用的 我们没有师门抵运 也没有任何门路 也没有钱财资金 所以根本找不回 那个时代相传的福音 而且你老师祖的师父 年事已高 再加上这件事情 给他造成了 深深的自责和愧疚 回去没多久 就抑郁而终了 临走前还和你老师祖说 我这是活生生的例子 以后你收徒要谨慎 你徒弟收徒弟更加谨慎 我们这行平时不险山漏水 但是懂行的人 还是对我们有很大的规览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现在年代变了 我不要求你 我不要求你把我们这门 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至少你要做到问心无愧 对人对魂都要做到坦坦荡荡 我对不起列位祖师 我要下去给他们一个交代 说完之后 老师祖的师父带着深深的愧疚和自责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听到这儿 我已经有点受不住了 默默地走到列位祖师的排位前 上了一炷香 跪在铺团上 久久难以释怀 老师祖经历过这件事情以后 作为唯一的传承之人 他立下了一个新的门规 在师父还健在的时候 徒弟不能自立门户收弟子 他说 这是他心里一个解不开的结 也是属于本门派化不掉的结 故事讲完以后 师父喝得酩酊大醉 我扶他上床休息之后 久久不能入眠 想着老师祖他们那一代的无奈 想着师父心里的苦痛 想着在我手中即将断掉的传承 心里明白 这是我们这一门的命中结束 也是该我承受的责任 时代在变迁 总会有那么多不适合 现代科学的传承要被摒弃 庆幸的是 我能代替师父 去面对传承的无奈终止 更加庆幸的是 在性科学破迷信的现代社会 我还能成为本门的弟子 如果说 道法师历史长河中的一夜偏舟 而我有幸成为船舟上的一块木板 虽然不起眼 但是我很自豪 虽然我不知道在这条路上 我还能够走多久 也从来不会去问师父 还能够走多远 既然认准了一条路 就不要去打听到底能够走多远 曾经几何 我出师下山的时候 师父问我 接下来的路 你要自己走 肯定也有各种艰难险阻 也会碰到各种黑暗 见不得光的时候 但是 我希望你能一直走下去 我说 师父不用担心 我心里是光明的 黑暗就会在我面前退去 我还记得当时师父书心的笑 似乎很开心 妖精作怪 忠伏法 接下来 再讲一讲油燕经 那有的听友就问了 什么是油燕呢 就是 那种长了很多只脚 就 大概有 两三厘米长的小虫子 全身都是脚 在农村呢 叫油燕 说在县城里 有个貌若天仙的 闺中女郎 叫做 蓝子 这蓝子呢 尚未定亲出聘 那时候呢 姑娘不像现在的女孩 那么快乐自由 绝对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直到遵父母之命 以媒妁之言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下个扫帚 夹着走 月黑风高之夜 一个目如朗星 面似满月的美男子 不知怎么的 就进了门窗紧闭的闺楼 男子含情默默的 就看着蓝子 蓝子是又惊又喜 没有多少铺垫 两人就是金风玉露 一相逢 盛却了 人间无数 从此以后 这美男子几乎每夜都来 蓝子就问这美男子 姓甚名谁 是家住何方 美男子说 小生姓游 明言精 家住墙角 阴尸村 父母已故去 可怜 孤独身 几个月以后呢 蓝子想怀了 其母是大吃一惊 经过母亲耐心的开导 蓝子红着脸 就诉说了原委 他还坚决地说 妈 你别管这事 女儿我今生 只嫁游郎 这蓝子的母亲 怕女儿想不开 也没敢往深地说 但她决意 要把这事 给弄个清楚 一天晚上 蓝子的母亲 躲藏在隐蔽处 就偷窥 归楼级左右 约某半夜时分 她赫然看见一条 有五尺多长 船子粗地油烟 慢慢地就顺着这房 往上爬 这爬到归楼的窗口 忽闪一下 就不见了 蓝子的母亲 捏手捏脚地 就转到了归楼门口 扒着门缝 就往里边瞧 这屋里边 有一位貌似攀安的 俊美男子 蓝子的母亲呢 从此之后是 食不甘胃 忧心如焚 他慕名向一位 法名叫做智能的老僧讨教 智能听罢以后 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你女儿被油烟精缠上了 而且她已经怀上了油烟的肿 如此下去 空有性命之威啊 蓝子的母亲急得是大哭 求智能发发慈悲 好救女儿一命 慈善的智能便指点一二 按智能之言 蓝子的母亲 落了九张白面油饼落在一起 让女儿蓝子坐在热乎乎的油饼上 少庆 这小油烟们闻着这油香 纷纷从女儿下身爬出来 寒烂的在油饼上驻足吸食 这蓝子的肚子很快就小了 这姑娘肚子里的问题解决了 接下来啊 就该对付这油烟精了 智能抱来一只 没有丝毫杂涩的白公鸡 每到晚上 智能就亲自把这白公鸡 放进龟楼上 与蓝子为伴 智能和手在龟楼外打坐 那油烟精呢 也不敢进楼 亲近蓝子 因为鸡是油烟的克星啊 然而半年以后 母亲发现蓝子的肚子 越来越大了 她急急火火地质问智能 是何缘故 只能垂胸顿足道 阿弥陀佛 老僧赶走了好色的油烟精 可谁料想 这白公鸡也是一好色之徒 蓝子肯定被白公鸡给 哎呀 脑不好 蓝子会生出一颗蛋来 这说话间 智能又来到蓝子的闺房 一把抓住这白公鸡 使这一拧脖子那 像整个鸡给活活地宁死了 无头的公鸡在地上扑腾着 在智能的阿弥陀佛中就死掉了 蓝子的母亲急了 就大声说 难道说我家蓝子真的会生出鸡蛋来 高僧啊 您快给想个破解之法吧 智能苦思冥想了好久 才探到 哎 现在唯一的破解之法 就是把蓝子尽快嫁出去 方可一嫁 这白丑啊 事情到了如今这种地步 母亲只好完全听从智能所言 不久 在智能一手操办之下 蓝子嫁给了一位无公子 这无公子呀 矮小丑陋 不但腿有残疾 而且这头脑十分的蠢笨 出嫁的时候 仙女般的蓝子是哭成了泪人 三月之后 蓝子生产了 他果然没有生出鸡蛋来 可生出来的孩子呀 没活过夜就死了 后来蓝子的母亲听到风言风语 说有个男人 经常偷偷到蓝子家里找蓝子 那无公子呀根本不管 啥也不懂 经过母亲的再三询问 蓝子终于就道出了真相 蓝子对母亲说 在智能让白公鸡与我作伴时 那油眼睛还是夜夜来 白公鸡虽然镇不住油眼睛 但是他是无辜的 不像智能说的那样 我生下来的不是鸡蛋 也不是孩子 是一窝小油眼睛 那无公子根本不会同床 至于找我的那个男人 还是那个油眼睛 这母亲听得是木灯口袋 蓝子接着说 那油眼睛就是智能 母亲在归楼发现油眼睛以后 他就变成一个叫智能的僧人 贼汉捉捉贼 昨天油眼睛喝多了酒 他说再过九十九天 我就会变成一只紫油眼了 母亲快救我呀 这母女俩在家是哭哭啼啼 那个变成智能的油眼睛 正在街上闲逛 他看到一位比蓝子还漂亮的姑娘 耗色的油眼睛是二目 放着金光 跟沾堂似的就上前搭讪了 那女子娇滴滴地对他轻语 公子请随我来 然后就轻飘飘地走了 油眼睛是兴奋异常的紧随其后 女子把油眼睛引到一大片的草滩之中 她停下脚步 在原地转了个圈 刷的就变成了一只白色的大母鸡 大母鸡恶狠狠地对油眼睛说 四个月前你残忍地拧掉了 我丈夫的头 今天我要替夫报仇 油眼睛愣了一下 随即眯着眼睛轻蔑地说 笑话 我堂堂油眼睛 还怕你一只小母鸡不成 这油眼睛说完就要动手 只见那母鸡伸长脖子 咕咕咕咕 突然从四面八方 飞来成千上万只鸡 这成千上万只血白的鸡 轮番就去啄着油眼睛 油眼睛残叫着 不多时 修炼了五百年的油眼睛 就只剩下几片被啄烂的残皮了 万木有灵性 话说老刘今年七十多岁了 多年来孤身一人生活在老家 老刘呢 只有一个儿子 是做木材生意的大老板 可是儿子呢 对老刘不孝顺 已经有好多年 没有回家看望他了 最近这一段日子 老刘觉得身体越来越差 没几天就卧病在床 起不来了 老刘给儿子打电话 让他回来看看 看儿子只回了一句 生意太忙走不开 就匆匆地 就把电话给挂了 再打 却是无人接听了 两天以后 老刘简直连呼吸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 屋门忽然打开了 一个人走了进来 老刘一喜 却发现的 并非是儿子 而是一个陌生瘦高的老汉 老汉一见老刘这样 便大惊叫道 老伙计 才几天不见 你咋病成这样了 老刘糊涂了 就说 你认错人了吧 我不认识你呀 受老汉不接茬 自顾自地 又是做饭 又是买药的 就忙活起来 吃了饭 喝了药 老刘稍微有点精神 他不想白白地享受 于是不好意思地说 哎呀 老哥呀 恕我记性差 实在想不起 咱们有什么交情 麻烦你给提个醒 受老汉就笑道 哎呀 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你不记得我 我可是一直记得 你这个大恩人呢 你对我的救命之恩 我一刻也没敢忘 老刘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这受老汉呢 很是健谈 没多久 两人变像老朋友一样 无话不说了 老刘说起自己生病 儿子不孝 悲从中来 流下了泪水 受老汉气得直跺脚 叹道 哎呀 亡你一生为善 却不幸生了个这个儿子 真是可悲啊 从那以后呢 这受老汉 天天都来照顾老刘 不过半个月 老刘便痊愈了 老刘是感激替灵 连连败谢 受老汉却不以为然 哎呀 比起你的救命之恩 我为你做的这点事 算啥呀 放心吧 我接下来 还要找你儿子 让他无论如何 也要担负起 赡养你的责任 老刘叹了口气 哎呀 他的眼里呀 就只有钱 那还容得下 我这个爹呀 受老汉哪 脾气坠得很 说去 还真的转身就走了 老刘这摇头 安想 这人可真怪呀 也没问我儿子 在哪儿就去了 怕是连人也找不到 还谈什么 劝他回心转意呢 一连数天 老刘再也没有见过 受老汉的影子 心中正疑惑呢 这时候 儿子却回家了 老刘是又惊又喜 难道真是受老汉 在中间起了什么作用 儿子还带了两个工人 他一见老刘就是 嘘寒问暖 又颇为自责地说 爸 戏听您病重 我都急死了 恨不得长翅膀飞回来 现在看您平安无事 我总算放心了 这天晚上 老刘被一阵声音给吵醒 出门一看 见儿子正指挥那两个人 在剧院里的大槐鼠 这老刘吃惊地问儿子 你半夜不睡觉 好来剧树干啥呀 儿子说 有个客户 向他订了一批槐木 可他手上的木料呢 还差一点 而家里这棵老槐鼠的 枝干粗壮 拿他顶树啊 可解燃眉之急 儿子陪着笑说 我怕您呢 舍不得 只好先斩后奏了 您也知道 现在生意难做 这次就当帮我吧 老刘围着槐树转了一圈 心里很不是滋味啊 这棵槐树 是他五岁那年 父亲种下的 如今已经屹立了 七十来个春秋 近几年呢 老刘耐不住寂寞 常常来到槐树下 说些心里话 不觉间 已经将槐树 当成了可以倾诉 新生的伙伴 他有点舍不得 但是也不想 为了一棵树 而影响到父子感情 只好勉强地说 据吧 应该能卖个好价钱 第二天 儿子一早就说生意忙 要马上赶过去 他掏出两千块钱 递给老刘说 爸 我不能常陪在您的身边 这点钱呢 您留着用吧 老刘高兴地接过钱 他都记不清 上次儿子给他钱 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 看来儿子 这回真的是转性了 儿子大声招呼两个工人 让他们把 巨断的两截槐树 托上货车 可凭他们如何用力 愣是连一截槐树 也托不动 儿子气得大骂废物 也上前助力 可是啊 合着三人之力 仍然是不行 老刘看了看说 哎呀 看来这树太重了 你们把它再聚一次吧 老槐树的树干 十分的坚韧 两个工人忙到天黑 总算把树 锯成了四段 显然今天 他们是走不成了 两个工人只喊辛苦 老刘的儿子没办法 只好说带他们 去附近的小酒馆中 慰劳一下 他们几个走了以后 许久不见的 瘦老汉就来了 他面容憔悴了很多 头上胳膊伤 还打着绷带 看样子是受了伤了 老刘见了甚是心疼 忙问道 老伙计啊 出了什么事啊 你怎么伤这么重呢 这瘦老汉 尴尬地笑了笑 若无其事地说 哎呀 前几天不小心 摔了一跤 如今基本好利索了 我听说你儿子回来了 就想过来问问他 对你还好吗 老刘就笑着说 哎呀 儿子比以前强多了 他关心我的身体 还留了两千块钱呢 瘦老汉突然脸色大变 怒道 哎 只有两千 简直亲手不如 说完这话呢 他愤愤地摔门而去 看着他的背影 老刘就知犯疑了 他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儿子给我两千块钱 怎么就禽兽不如了呢 天亮以后 老刘依依不舍地 把儿子就送到了门口 奇怪的是 这槐树两次遭到腰斩 但两个工人 还是抬不动一截树木 老刘的儿子 只好再次上阵 抓住树身的一头猛一用力 还真把那截树啊 给掀了起来 可是谁也没料到 这根看上去不起眼的枯木 居然如同千斤 重锤一般跌落下来 重重地 就砸在老刘儿子的腿上 他当场就被压翻在地 杀猪般地嚎叫起来 老刘和工人忙上前解救 但任凭三人用尽 吃奶的力气 段数是纹丝不动 儿子痛得连声骂道 这颗槐树他骂的是个妖精 亏他还自称是什么宝贝 要我回家花二十万买的 看来他是存心害死我呀 老刘是一头雾水 忙问儿子是怎么回事 看儿子已经痛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一个工人就解释说 这不前天嘛 老板说孟建自称是树神的瘦老头 称用他可以做成万年不坏的根调 老板醒了就嚷嚷着非要回来运树 我们都不相信 可无论怎么劝他都听不进去 哎呀 现在看来哪有什么树神呢 根本就是树药啊 这些天发生的稀奇的事 逐一在老刘脑中闪过 自称来报恩的兽老汉 忽然不请自来的儿子 一个听上去古怪荒诞的梦 像是着了魔一样的槐树 忽然他想起来 早在五十多年前 他还只是少年的时候 槐树曾闹过一次严重的虫灾 这虫子几乎啃光了槐树的叶子 整棵树看上去已经是毫无生计 老刘舍不得槐树就这样死掉 每天坚持给他打农药杀虫 家里人都觉得这树没救了 劝他不要做无谓的努力 但是老刘就是不甘心 没想到半个月以后奇迹出现了 槐树竟然又长出了新的叶子 起死灰生了 刹那间老刘明白了 原来自己病中一直照料他的 是这棵老槐树啊 他给儿子拖了梦 以二十万的价钱把自己卖掉 可没想到 老刘的儿子这么贪婪 只留下两千 他这是在惩罚一个不孝的逆子 顿时老刘眼中泪水涌现 他走上前 抚着树干难难道 老伙计 你的心意我都领了 可不管他多么忤逆 毕竟是我的儿子呀 求你看在我的面子上 放过他吧 真是神了 老刘的话音刚落 那节怀鼠也无声地滚到了一边了 拜干爹第一集 今天要说的 是我二姨父的故事 这事发生在他大概十岁的时候 我二姨父在家里是老二 一个哥哥 一个弟弟 这家里比较穷 而且他父亲的身体不好 不能做重活 老大十四岁 老三只有七岁 所以家里的活都落到他母亲和他哥哥的身上 因为家里穷 兄弟多 所以吃饭基本上是吃不饱的 营养当然是更不用说了 身体自然就很瘦弱 每次想吃点好的东西 就是下河去几个人一起抓鱼 我老家呢 没有大河 只有一条大河在镇上 离他家有二十多里地 所以 只能到一些小沟沟里去抓鱼 这些小沟沟 都是那条河的支流 有的是支流的支流 这一般的小沟沟不深 浅的只有一米多 深的也不过就五米 这里说的深不是水深 而是沟边到眼底的垂直深度 那年夏天 连续下了近一个星期的大雨 镇上那条大河都满了 支流也全部漫了很深的水 由于我们那条河 是从山东夷蒙山发源的 经过山东大水库 那个大水库里雨种特别多 又遇到大放水 所以这下游经过的地方 就有福了 很多人都到那条河去逮鱼 我姨父和二弟也跟着村里的大人 一起去河里逮鱼了 一天早上雨停了 一伙人吃过早饭 拎着桶拿着网就出发了 由于这路太过泥泞了 大家都是赤着脚 到了中午才到 到了河边一看 很多家近的人呢 已经忙活起来了 大家走了很久 又都饿了 就拿着带来的红薯干 啃了起来 就准备开始干 由于大家带的东西 逮鱼的人又多 所以要留下来人看东西 我二姨父就理所当然地留下来看骨 看东西是件很无聊的事情 地面都是烂泥 也不能坐下 这时候就看到十米远处 有一个石头 这下好了 起码可以坐下了 于是把大家伙带来的东西 一个个地拿过去 过去以后 发现原来这块石头啊 比较方 严格来说 应该是一块石板 有点斜度的 就嵌在这泥里 有两个较为平滑的 像是被人切掉的边 因为下雨 可能在这里时间长了 再加上被大雨冲过 很干净 旁边两米处 有个大土堆 但是比较扁 但能看出来 是很大的 而姨父将东西拿过去以后 拿吃的就放在了石板旁 自己坐在石板上 这石板呢 还是比较大的 他一个人甚至可以躺在上面 人就是这样 舒服了还想更舒服 因为石块 是有点斜度的嵌在泥里 所以呢 他把头枕在高一点的 那一段躺下来 石块很平坦 躺下就觉得想睡觉 慢慢地发现 眼皮就变重了 这个时候 听到有人在他耳边 细声问他 小孩 这是我的地方 你睡着好受吧 迷迷糊糊中 二姨父就说 好受 那人又说 你这里有吃的 我饿了 拿点好吧 二姨父就听到这句话以后 他就想 那怎么能行呢 被你吃了 我们这么多人怎么办呢 就想说不行 但是呢 嘴巴一张 却说不出来话 就想坐起来 可是身体呢 却像是被定住了一样 感觉用了很大的劲 仍然不能动弹 眼睛也睁不开 但是他却感觉到 有个老头子 坐在他的旁边 然后就看着他笑 他还能看见 那个老头的样子 穿的是黑衣服 头戴瓜皮帽 双手搭按着拐棍 左边的颧骨下面 有一个大黑质 笑起来呢 看得见没有牙齿 老人就这样看着他 又说 这孩瘦的 去俺家吧 油嫩好吃的 说着呢 长袖里一掏 掏出了一把糖 当生二姨父 什么都忘了 就看着那糖 说了声行 一下子自己就能动了 坐了起来 到老头呢 去抓糖 赶紧拨了一个 放在嘴里 哎呀 真甜 老头说 坐着呢 就把他手一拉 我二姨父立刻眼前一黑 然后听见有人哭 而且还喊他的名字 一睁眼 发现是他的母亲 这时候 我二姨父就想坐起来 手一撑 眼前又一黑 刚欠起身子 又跌倒了 把后脑勺给磕了 不是很疼 原来他躺在床上 被跌下来 清醒了很多 仔细一看 他哥哥 弟弟 叔叔 婶婶 伯伯 站了一屋子的人 他很纳闷 还没搞清楚情况 他母亲就一把把他抱住了 哭得更厉害了 这时候一个老妈子 拉了他母亲一把 行了 行了 白把孩啊 再给吓着了 这时候 母亲也不哭了 到后来 我二姨父问母亲怎么回事 他母亲呢 一直不肯说 他哥哥告诉他 说那天大家逮鱼正逮得高兴 听到有人说 有个小孩晕倒了 大家上来一看 才发现 他躺在泥地上 都吓坏了 抱起来一看 这嘴中啊 全是泥巴 大家也不逮鱼了 赶紧把这嘴里的泥给抠出来 又把他背回了家 这到家以后 人脸都清了 一起去的有个中年人 他说二姨父 是被鬼给使了 大家就赶紧去村里找毛婆 就是和灵婆一类的 毛婆看了看就说 是盘丢了 也就是活丢了 毛婆拿了 从家里带来的一块老玉虎 打了一碗清水 就泼在里边 嘴巴里就喊着 我二姨父的名字 喊了几遍之后 把水灌进肚子里 过了一会儿呢 这脸色才好转 毛婆就问大家 在哪里发现的二姨父晕的 大家把情况的大致说了一下 毛婆就说 我要亲自去现场看看 不然呢 他也没办法 交代二姨父家里人带些东西 二姨父的父亲 带了几个人 用大藤条编了框子 里面放了矮板凳 轮流背着去的 到了出事的地点 天都快黑了 毛婆看了看以后说 没事来得及 然后让几个人把石板立起来 这石板很重 几个人合力立起来 以后才发现 这哪里是什么石板呢 根本就是墓碑 一个近两米高的墓碑 有近半米 是斜插在泥地里 只不过是大石头直接雕琢的 还有一些深浅不一的痕迹 去的人虽然不识字 但是也能明显看得出来 这两米处那个大的土堆 不用说 越看越像是土坟 毛婆让大家呢 长好十倍 叫我二姨父的父亲 用手在土坟背边 路面的半米处去挖坑 父亲就照做 但是因为身体不好 没两下呢 就累得气喘吁吁 其他人想帮忙 但是毛婆说 不行 非要他挖不可 于是他继续挖 还好连续下了很多天的雨 泥巴很松 就这样扒了半个小时 扒了有大概小半米深 这大小也能放下石碑了 于是毛婆让大家小心地 把石碑下面放进坑里 立起来又叫他父亲 把这坑给填好了 这些事情做好以后 毛婆把带来的吃的 其实就是一些红薯干 和一些烟咸菜 底下放着油纸 摆好在墓碑前 让他父亲面对着墓碑 低着头站着 这时候毛婆说 小孩不知脑好 你呀 不怪 他大呀 来给你赔礼了 再说小孩也没做什么缺德事 能跟小孩一般见识吗 说完 毛婆就停了停 过了会儿又说 那行 不是担心孩子出事 来得太急了 明天 他给你一把钱带来 今天先让他给你磕头 你说要忍小孩 当肝儿子也行 你给不了小孩什么 你又保佑他家吧 等小孩身体好了再来拜你 说完呢 就让二姨父的父亲 跪着磕头 第二天 我二姨父的父亲 买了很多草纸去烧 等他进家门 就听到大家说没事了 后来二姨父 就真的认了个鬼干爹 当然 每年祭祖的时候 是绝对不会落下的 后来我二姨父出去 和人家拉驴车 给造纸厂收稻草 恰逢清明节 那天没在家 我二姨带着姨哥和姨姐 回去我姥姥家玩了几天 我二姨父清明节 当天早上就开始头疼 而且是越来越疼 白天就变得晕乎乎的 由于他和另一个村里的 两个人一起 像现在的跑长途似的 轮换着赶车 二姨父呢 根本就不能赶车了 索性睡在草上 就听到有人在说他 熊孩 怎么不来看干爹呀 干爹家的房子塌了 我二姨父知道 他鬼干爹生气了 就晕晕乎乎的说 我在外地呢 怎么去看你 我到家了就去 然后呢 慢慢就好了 后来到了家以后才知道 我二姨呀 当时去我姥姥家了 说是清明节害怕 由于祭祖的事情 都是二姨父他父亲做的 只有祭祀他鬼干爹 才是他去 因为当时二姨父和他父亲 已经分家了 他父亲住在村头 以为我二姨去过了 就没把这茬事放在心上 二姨父到土坟前一看 一边因为下雨 划了一大片 祭祀完以后 又把土坟修了一遍 从那以后 二姨父和我二姨 每次都不敢忘了 太爷爷撞邪 第一集 这过去的老人们讲啊 人要是撞邪之后 就会莫名其妙地发烧 或者是上涂下泄 总之是找不出生病的缘由 去看医生 却什么也查不出来 那一回到家呢 又开始反复之前的症状 而往往康复之后 此人便就不会记得 自己是如何这样了 然而我接下来要讲述的内容 就是以撞邪为原生态 却有一定区别的 撞邪诡异事件 撞上的人 会看到一个身着白色长衫 有的还会戴一顶帽子 看不清脸的东西 这里所说的东西 不明思义 就是它既不是神 也不是鬼 不是成了妖精的妖 更不是什么张牙舞爪的魔怪 而是能够予以解释的 只有是仙儿了 这种仙儿 可并非神话传说中的天兵天剑 观音菩萨 而是范指的狐仙儿 长种仙儿之类的 由一些牲畜演化而成的一种灵异的形态 它们不像电影中演的那样 变成人形去主动害人 也不会轻易地让人看见 可是只要让人看见了 其后果则必定不会太好 那怎么说呢 看见他们的人 轻易是生长大病 重者也许会因为受到惊吓 而神志受到影响 抓狂的 发疯的 吼叫的 吃傻的等等 都说不准 危及到生命安全的 也屡见不鲜 而被人看见的他们 也好不到哪儿去 会打回牲畜的原形 甚至是原神俱灭 对了 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呢 那是因为 在我太爷爷身上 曾发生过一次 距离现在差不多 有小七十年之久了 那次之后 太爷爷卧病不起 很是不寻常 家里人就找了一个 放在现在应该称为 驱邪师傅的 专门对付某些 超自然现象的人 在那个年代 则称之为道士的人 这么告诉太爷爷的 解释一下 这里所说的道士 可并非穿着道袍 神居山林道观的那种 而是有着高深的道行 可以帮人 驱赶那些脏东西 替人消灾解难的人 太爷爷说起 这段诡异的经历的时候 显然还是心有余悸 可能是他并不想回忆吧 脸上的表情变化 让我开始有点后悔 是否不该询问这些 可因为我的好奇心 和弃而不舍的央求 疼爱我的太爷爷 才无奈地 又开始拨开了 记忆的那条缝隙 缓缓地在脑海中 拼凑起尘封已久的往事 说的也有些断断续续 他是这样说的 我那会儿才二十几岁 什么也不懂 就是有靶子力气 和祖传的木匠手艺 娶了你太奶奶之后 就挑起了养家糊口的担子 家里养了猪 地里种了庄稼 我也常会接一点木匠活挣钱 这日子呢 过得还算不错 刑场也没有什么不好 唯独就好喝酒 隔三差五的就出去喝一顿 每次不醉不归 你太奶奶拦也拦不住我 后来呢就干脆不管了 每次见了木匠活 做好之后 要送到人家才能收回钱 借着要账的机会 都会去喝酒的 也就是那回去要账的时候 发生了那个邪门的一夜 整整一夜 让我终身难忘啊 我记得 那天从地里干完活 天都黑了 我也没有回家 就匆匆忙忙的 走另外一条路去要账了 也没有拿照亮的工具 就在黑漆漆的土道上 快步地走着 想着没多远 要回来钱呢 就赶回家 那天本来是没想着要喝酒的 可说来也挺邪门的 走累就十来分钟 见路边有个女人 就冲我招手 笑呵呵的 冲我说 酒香 进去尝尝 我就探头看见里边 竟然有好多人 没多想鬼使神差的 就跟着进去了 可能那一刻 意识就不清楚了吧 不是喝酒 而是没喝酒的时候 就开始恍惚了 恍惚地不记得 到底喝的什么酒 喝了多少酒 喝完又是怎么走出酒馆的 等再回到那条坑洼的土道时 天就开始下雾了 恍惚间就觉得 那个小酒馆亮通通的灯光 好像瞬间就消失了 就跟被大雾吞没了一样 我就这么晃晃悠悠地走着 亮腔着走的也是慢了许多 想必啊 也是真的喝了太多的酒 忽然这脚下一半 就从一个土坡滑倒 一屁股坐地上 顺势就滚了下来 屁股又碰到略微平坦的地面上 太爷爷讲到这儿 拿起了汗烟杆子点上 抽了几口 瞎起眼睛看向窗外某个地方 看得有些出神 看得意味深长 条件反射室的我也随之看过去 可是除了灰蒙蒙的天 和深秋时节 干巴巴的树岔子上的几片枯叶 就别无他无了 他接着讲 那天的大雾吓得邪 我从土坡上掉下来的地方更邪 刚开始想着从地上爬起来就得了 顶多身上会疼 可是我的身体非但没有等到起身 就又弹出去了 就跟飞似的 没纳过闷就趴在地上的土堆上了 后来看清楚才知道 哪是什么土堆呀 那明明是个坟堆啊 我想要不是当时喝了酒 估计半条魂都给下没了 当时是真的害怕 就也醒了好多 爬起来这脑袋里就想着 离开这个鬼地方赶紧回家 什么钱什么账都没命重要 但是想着容易 身子却很费劲地扭动了好一会儿 才连滚带爬的起来 就想跑 说是跑吧 其实呢 是连滚带爬的 也不知道应该去哪儿 直到觉得已经很累 那种累怎么形容呢 就好像浑身的力气被抽干了 但是呢 还必须机械地奔跑着行走 就这么折腾着 不管怎么走也走不到 也不管快着走 还是慢着走 仍旧看不到头 四周黑压压的一般死寂 雾蒙蒙的 心里忽然生出个念头 这是碰到鬼大墙了 听老辈人说过 如果是鬼大墙 就算是走到累死 也是徒劳的 所以只有等到天亮 才会恢复正常 想着这些 害怕的感觉又占据了大脑 以至于身体也开始忽然地 就动弹不了了 一时间恐惧 愤懑 疲惫 很多感觉交杂在一起 终于甚至软成一滩烂泥一样 一屁股就跌坐在地上了 你看我像神还是像人 你看我像神还是像人 突然 这黑暗中猛地冒出个奇怪的声音 听不出来是男还是女 接着 我就看见大概一米以外的墙头上 隐约有个白色的影子 诡异的声音 似乎就是从那里传过来的 你看我像神还是像人 你看我像神还是像人 那尖尖细细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妈呀 我的头皮都发麻了 酒精的作用下 又开始晕晕乎乎的 然后竟撞起胆子 大骂了一句脏话 以时回应 就在那声音消失的瞬间 那白色的影子 呼得也消失了 我不敢相信地咽了咽口水 定睛看刚刚还有影子的墙头 大气也不敢喘一下地看着 而那个地方 始终再没有出现任何东西 你 你要是鬼的话 就让我头疼 要不是就让我肚子疼 长着胆子 我就喊了一嗓子 没动静 但肚子却真的剧烈地疼痛起来 而且是越来越疼 疼得我满头大汗 开始满地地打滚 之后啊 就什么也不知道地昏过去了 派爷也说 还醒来的时候 天已经大亮了 隐约记得折腾了一个晚上的肚子 也不疼了 定睛一看 四周都是坟头 地上有很多乱乱的脚印 身旁有一处踩成一圈的脚印 已经被磨成了一块平地 那可能就是肚子疼的时候 满地打滚的证明吧 站起来以后 没来得及拍干净身上的土 就头也没回地 跑回家了 再说回故事开头的道士 因为太爷爷一进家门 没等家里人问 这一宿具体发生了什么 就瘫倒在炕上 开始说胡话 发高烧了 在看了大夫完全无效的情况下 才请来那位道士给去了鞋 收回来下吊的魂 还给了太爷爷一件挡煞的辟邪之物护身 说八以后 太爷爷就伸出手腕 给我看那件神物 原来是一根既有一枚类似铜钱的红线 尽管年代久远 却没有一点掉色损坏的痕迹 仍旧很完好的 跟随着太爷爷 如果不是真的亲眼所见 我还真的会以为 就是个鬼故事呢 但是现在 不得不相信世上的事 却是有解释不明白的事 那位道士告辞之前 还嘱咐了太爷爷 告诉他 以后不要随便在天黑以后 去陌生的地方喝酒 尤其是靠近坟地 这种阴煞之地 以免招惹一些麻烦回来 有的时候 作祟的不一定都是鬼怪 也会有一些 因为误食了人血 或者是吃了人的牲畜 长期吸收阴气较重的地方的能量 就很容易还被留恋在人间的亡魂 所影响和利用 就会依附在牲畜的身上 幻化成类似人形 却并不完整的灵体 他会将人引到乱坟岗 这类阴地 然后问你自己像什么 你呢 回答像人 他就会真的成人 说他像神 他会成神 而像太爷爷这样咒骂 或者是反问一句你是谁的 结果就是大病一场 而要是不回话的话 则会疯掉 甚至命 可能都没有了 简单点说呢 这种东西 也会被大声咒骂他们的人给吓着 原神被打散了 毕竟那些东西的原神都是动物 所以见到消失 其实是被吓跑了 因为太爷爷年轻力壮 阳气又旺盛 生命不会有什么大碍 只是惊吓过度 才会发高烧说胡话的 也就是给吓着了 后来病好的第二天 太爷爷还特意叫上几个人 又去那条土道 在想验证一下 那天晚上发生的怪事 然而诡异的是 路边什么都没有 就连喝酒的那家小酒馆 也凭空不见了 眼前看到的 只有路边土坡之下的乱坟岗